极致残血一刀回满 顶级吸血玩法 一个能让人心跳加快的真龙 一分钟阿北带你学会阴浪永恩 上个版本末期 永恩突然就火起来了 有观众问阿北为什么不出 那是因为我们团队自己实测过多吧 永恩在95横行的版本 还是太落小了 不是阴浪刺客天选的永恩 基本上也就是天虎T1末尾吃烂粉的水平 但是新版本 真龙中多个C位加强 完全不一样 现在永恩可以算是稳定吃烂粉 天虎吃鸡的人 真龙组成这样的 永恩主C搭配卡特天使 铁南 弗耶哥 杰 奇阿娜 这七个是固定的 由于这个阵容只能拿永恩的赛季之星 当赛季之星是英浪刺客的时候 第八个人口可以上英弗林开除六英浪 如果是刀锋战士的话 八人口可以上凯影开除五刀锋 阵容构权是不是很简单 因为永恩要快速三星 所以哪怕赛季之星是星之刚 我们也要拿 当赛季之星是星之刚的时候 八人口可以上艾克普控制 或者上凯影开三星之刚 这些赛季之星中 阴浪刺客的上限是最高的 很有吃鸡的可能性 另外两个呢 烂分很稳 但吃鸡上限较低 铲子上永恩的技能和刀锋的机制存在问题 所以除非天虎 否则不推荐大家喜欢 装备方面 主C永恩推荧银血正义双吸 再加上永恩自身的吸血 可以让永恩做到一个技能直接满血 第三件可以做一个探坦 保证永恩坦度的同时 提供面板 或者备选水银叶嫩等物理装备 负C节 银血 叶嫩 巨杀 或者正义等物理装备 如果还有多余物理装备 可以给福耶哥 或者给个破甲弓 提供大范围的破甲 铁男呢 负责消耗日盐 保姆法刨等功能性的装备 后期来到齐安娜后 可以给齐安娜找一件装备 触发真实伤害效果 站位上是这样的 我们对于站位呢 也测试出一些小理解 有探坦的永恩 直接站在左一或者右一 挨打回栏快速放大 同时叠加自己的探坦 而且有机会 直接从地图的边缘 砍进对手的后排 但是要注意啊 你得看一下 对手C位的爆发输出 比如说是神装阿里 或者大臣95的炸弹人 你尽量不要和他们站同边 坦坦没叠满 你有可能会被秒掉的 可以让永恩站第二排 前面放一个漏来扛伤害 但是如果是卡牌 这种爆发不高的呢 你就可以顶他脸上 叠坦坦 带保姆法刨 或者破甲弓的铁男 浮耶哥 站在永恩的旁边 方便提供破甲 保证第一时间过掉前排 齐安娜对位对手的 带漏装的前排 偷装备的同时 凭借高爆发 快速斩杀 即使秒不掉 你也可以凭借推冷破他的阵 另外卡特和齐安娜 也可以站对手的对边 死了以后 提供后排的控制 推荐赛季之星 只能是永恩了 推荐强化符文有这几个 因为永恩同行太多 最好是一经济两战厉害的死 那么这么强势的阵容 到底该怎么玩 才能稳定掐到烂粉呢 开局先想好要硬玩一把 前期质量低 如果有三缸也可以先开缸 虽然前期的缸不怎么样 但多少能补充一点 经济和装备 开局如果质量很高 那么也可以二缸一拉四 二缸五拉五 用亚索的刀锋天选 搭配三朝粉过渡 弟弟带哥哥的装备 尽量走连胜 这种过渡是我们测过 强度最高且最舒服的 三缸二拉六 补充鸡半步地牌 有天选纳尔盖人的手 可以替换掉一费的天选 永恩这张卡 因为要的人很多 所以三缸二的时候 会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当你经济特别好的时候 那么三缸二可以直接拉七抢牌 找永恩的赛季之心 第二种是不胡的情况下 而且你又是连败开血量很低 硬拉七你可能会没钱收牌 那么你就先在六级大地一波 找两星永恩完成锁血 而且六级也有可能 递到永恩的赛季之心 第三种就是正常的对局 也是大多数人的运营手法 就是三缸五或者四缸一拉七大地 找永恩的赛季之心 和其余体系牌的两星 出佛耶哥姐两星以后再存钱 因为永恩两星和三星 存在十分大的差距 所以除非血量很高 不然存够三十到四十的经济 就可以直接送哈 越早出三星越好 最晚要在五杠一之前 三星永恩 然后上一口找齐阿娜等 其余体系牌的两星 成型以后的永恩 轻松一个技能 直接秒掉一片 对上九五都有听一下的视频 而且新版本的九五 没那么好吃 目前永恩就是大家上分的优选 学会了吗 想学更多上分证 不要忘记关注啊呗